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明明前一次往返台北金门还没问题 怎么下一个任务就出意外 任职于航空公司的飞安督查表示 从航机的速度及高度来看 两具发动机根本就已经失效 如果两个发动机都失效 然后又重新开车 还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话 那他们就只好用他们的高度 来换取他们的时间 换取他们的距离 选择比较适合的迫降地点 根据复兴航空的资料 这架飞机去年刚交机时 就因为发动机故障转降澳门 花了三天更换新的发动机之后 回台湾的途中又出问题 转降小港 到了8月1号 发动机的滑油又外胜 发动机到底是一出场 还是事后的维修出问题 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不过碰上这样的危机 从飞行的轨迹图来看 班机一离开松山机场没多久 机师就选择沿着基隆河岸飞行 闪过高楼大厦最后 才坠落在环东大道旁 处置的方式 普遍获得航空界的肯定 他是有沿着基隆河 那他是希望能 可能以机师的想法是 能够迫降在基隆河 来做那个第一的优先考量 到底什么原因 让机师必须迫降 发动机又为什么失效 飞安会表示 有关答案的两具黑盒子 资料已经完成下载 最快周五就可以公布 初步资料 而因为机上有31名陆客 中国也将首度加入 飞安调查 记者林仲彭耀祖郭俊玲 台北报道 再来关心复兴空难搜救的最新进度 从事发到现在 中央到地方已经投入了2245元次 陆海空全面搜救 大型飞机残骸打捞 已经告一个段落 但是失踪的12名乘客搜救 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进展 顶着寒风又不时下着细雨 救难人员在低温中不断来回搜索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12名 失踪的乘客 不过5号一整天的搜寻 并没有传出好消息 今天的这个天后状况 比较不好 搜寻就是比较困难 明天搜救的范围 大概会扩大到淡水河 出海口十海里的一个范围 复兴航空坠毁基隆河 从事发到现在 中央到地方已经投入了2245人次 从陆海空全面搜救 大型飞机残骸昨天打捞 已经告一段落 而昨天失事的地点 大约也有50名的潜水员 冒着10度以下的低温摸黑找人 可是前期实在是太差了 潜水搜救只能到昨天傍晚6点停止 而水面搜救则是持续到今天凌晨左右 但是仍然找不到失踪的乘客 搜救行动今天仍会持续 搜寻范围将扩大到淡水河出海口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 记者综合报导 复兴航空失事 正副驾驶也罹难 正驾驶廖建宗在最后关头 努力将飞机飞往基隆河 避开了人口稠密的建筑物区 网友在脸书上为廖建宗成立了粉丝团 感谢他尽全力将伤亡降到最低 救灾人员从水中吊挂起失事班机 在严重变形的驾驶舱舱中 找到两具穿着复兴航空制服的遗体 确认正副机长都罹难 根据民航局的资料 42岁的正驾驶廖建宗 飞行时数有4914小时 副驾驶留自中45岁 飞行时数6922小时 两人都是飞行记录良好的自身员工 正驾驶廖建宗的父亲 得知空难消息后 就从南投老家赶到台北 但在凌晨 飞机鼻头被打捞上岸 确认儿子罹难 廖爸爸的希望也落空了 飞行专家表示 正副机长在起飞后 就面临飞机失去动力状况下 努力避开内湖南港的人口稠密区 坠落前还急拉飞机 已经进了最大努力 松山机场是非常高难度的机场 因为机场的周边 通通都是大部分的楼房 跟人口的稠密区 出身南投的正驾驶廖建宗 念完大学之后才报考飞行常备军官 他自学苦读英文 在2008年退伍之后 考上华航 接着再到复兴服务 飞行记录良好 这一次遭遇空难意外 廖建宗在最后关头 仍然努力将飞机飞往基隆河 网友在脸书上 为廖建宗成立粉丝团 感谢他尽全力将伤亡降到最低 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今天三大报的头条 一样都是 复兴航空空难 巡货罹难正负驾驶的时候 两个人手仍然紧握着操纵感 检方研判 两个人一直到最后一刻 仍然试图要控制飞机 台北市长柯文哲哽咽 感谢殉职的两位驾驶 让台北市的损害降到了最低 提到殉职的正负驾驶 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仅哽咽 话差点说不下去 复兴航空空难隔日 柯文哲一早就视察台北市在 应变中心 并对实时搬机 并未重上民宅或附近建户 而是坠落基隆河 大大减少损害 相当感谢驾驶员 因为那个飞机翼 有插到那个环洞 你想想看 如果它当时是坠毁在环洞 整个大动脉就冻断掉一条 还有一点 它离那个高架高压电线 只差五十公尺 如果当时是扫断那个话 整个大台北一半的电会停掉 至于这一次坠机 发生在河面上 水门的宽度不够 恐怕会阻碍大型吊车机具进驻 延缓救援时间 柯文哲表示 将来预计要预留几个 比较宽的水门 毅力救灾 一场空难带走三十一条宝贵生命 柯文哲也付二兵的罹难者臨时臨堂 向家属表达慰问 看到家属的眼泪 柯文哲也红了眼眶 医生出身的柯文哲 面对死亡议题或许早就不陌生 但对空难意外的死结 刚毅木纳的柯市长也不免动容 记者综合报道 复兴航空坠机 已经造成三十一个人死亡 十五个人受伤 有十二个人下落不明 目前检察官已经完成了遗体的香烟 而受伤的乘客 大部分都还在医院治疗 许多伤患因为创伤症候群 几乎难以入眠 复兴航空坠机 已经带走三十一条宝贵生命 罹难者的遗体送往殡仪馆后 检察官昨晚漏夜做见识 已经完成所有遗体香烟 以及身份确认 要身份上的一个鉴定来讲的话 那个我们的这个大陆的客人 这个部分的话 稍微比较好一点 因为他们入境之前 通常通关 他们都要纳印指纹 这一场空难事故 也造成15名旅客受伤 目前还在医院接受治疗 总统马英九下午 则到病房探望伤症 他表示复兴航空不到半年 就连续发生两起空难 要求行政院要通盘检讨非安 该究责的就要究责 该处分的就要处分 政府也必须要进一步 强化我国的飞航安全 目前包括在三种国泰 以及联合医院的中校院区 都有伤患 其中一名黄信的大陆旅客 因为多处创伤以及骨折 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而计程车司机和女乘客 病情已经稳定 但昨晚每个人几乎都很难入睡 都是创伤后的症候群 我想一个人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创伤 那应该是心理上 mental方面的恢复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 逃过空难死结 存活下来的伤者 除了要面对身体伤痛的治疗 未来也要加强心理创伤的修复 据猜郭俊林冯号组 踏不倒 复兴航空去年7月才刚在澎湖西西村坠机 造成48个人雷难 10个人受伤的意外 至今非安会的调查都还没有出炉 又发生了重大的空难 回顾复兴航空成立以来 这已经是第四起造成伤亡的恐难 机身支离破碎 也摔碎了一个个罹难者的家庭 复兴航空4号坠落基隆河 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怎么又是复兴 去年7月23号台风夜 澎湖宁静的西西村突然轰然巨响 同样的ATR72型飞机 就这样坠落在民宅上方 造成48人离难 10人受伤 至今失事的原因 非安会还在调查 但不止这起复兴的非安事件 还有许多让人记忆犹新 发动机内部烧成这样 101年的5月2号 复兴航空松山飞马工的ATR班机 发生火警 访航时又失速 索性72名乘客全都平安 飞安会成立以来 复兴航空的事故记录已经有9件 驾驶舱高温 发动机火警 滑行时撞到照明灯施工车 民国91年还有货机坠落在马工外海 造成两名驾驶失踪 飞机遭遇严重的机兵 飞行员却没有正确处置 导致货机坠落大海 捞上岸的都是支离破碎的残骸 两名驾驶至今没有寻货 时间在往前拉 84年复兴还在桃园的龟山撞山 造成4名机组员罹难 一再发生飞安事件 恐怕管理高层出免鞠躬道歉再多次 也难以抹灭这些伤痛的记录 记者总和报导 复兴航空空难 坠河前惊险一刻 受到了国际媒体广泛的关注 多名飞安专家分析这个过程 认为机师在引擎失去动力的时候 全力避开大楼而坠河 让多名的乘客可以生还 相当的了不起 全球飞航史上少见的坠机影像片段 震撼国际视听 媒体纷纷以重要篇幅报道 这架机灵还很年轻的欧制ATR72型飞机 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不久 机长就发出引擎故障的求救信号 正面轻的路选择 右右轮的路选择 仍然是腰阻的 右右轮的路选择 仍然是腰阻的 右轮的路选择 仍然是腰阻的路选择 但是在这段时间 他们在这些地方 调整整的困难 这些房间的路选择 专家逐格分析画面认为两个螺旋桨没有同步运作 左侧失去动力 右侧也出现了问题 引擎此时通常会进入自动飞行状态 但即使可能转为手动 避免机身冲击建筑物 最后转向坠入河中 正确的选择救了15名生患者性命 有鉴于去年马航MH370客机失踪 至今找不到下落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4号召开会议 建议实施新的安全标准 每隔15分钟追踪商用飞机的位置 记者收回中博道 监察院调查机场捷运BOT仲裁案 而昨天是通过了前交通部长003的弹劾案 监察院调查机场捷运BOT仲裁案 发现长生国际开发公司 过去取得标案后 却因故无法履约 遭交通部解约 没收10亿元的履约保证金 不过交通部没有委约责任 却快速返还9亿7千万给长生公司 监委调查后认为前交通部长003 前高铁局长和卵轩民选有疏失 交通部本身如果受有 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 损害有超过10亿的话 甚至应该应该还要在这10亿之外 还要在依法向长生公司请求赔偿 经委认为两人待遇救济 政府周围建案置办后 至今还没有完工 工程总经费也从最初的600亿 暴增到1100亿 造成政府重大损失 将两人移送工程会处理 最终将面临撤职的处分 因为003市政务官 仅有撤职跟申戒两种处分 那上街处分的效力都急于限职 对于遭遭残河 先任台中市副治长的003 透过事捕发言人表示 为了捍卫政务官的行政裁粮权 未来会亲自到工程会说明 这件案子他虽然表达尊重 但是他认为要捍卫 就是政务官进行裁粮的一个权限 所以在后续的工程会的调查中 他都会亲自出席 由于机场捷运BOT案风波不断 过去特征组也曾参与调查部罚 监察院强调 机场BOT仲裁案 差一个月就过了10年的追溯期 其中调查涉及部罚部分 也将转交司把单位进行追查 记得陈嘉欣 陈昌伟 王兴忠台北报道 南回公路拓宽工程 预计106年完工 现在正在施工 部分路段是管制单向通行 但是春节就快要到了 公路局表示 南回公路施工路段 将会从17号小年夜的下午开始 停工12天取消管制 让民众春节往返 东部跟南部可以更通常 南回公路是往返南部和东部之间 唯一的一条公路 现在部分路段正在进行 接完取直工程 实施单线管制通行 但每逢年节假日 南回公路车流量大 容易塞车 瓶颈的路段就在 泰玛里乡的金伦村街道上 南来北往的车辆 只有一条马路可以通行 塞车的情况让村民很头痛 就是车子都在这里啊 然后都不方便过啊 过马路要等个20至30分钟才可以过 因为它那个全部管制 它要让南北通嘛 这个瓶颈路段 公路局已经在新建外环道解决 但是马上就要过年 接着又是228连续假期 而南回公路 从屏东草浦 一直到台东县的泰玛里乡 都有施工路段 过年期间的交通会不会打劫 公路局表示会配合假期停工12天 因为今年的春节 它是6天 那当中是上班3天 然后再上228的春节3天 总共12天 那我们是从前一天下午 到最后一天的上午 这个整个都是停止施工的 另外公路局也协调警方 春节假期在南回公路 近伦村多梁 以及草浦路段 会驾派远景 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 实施交通疏导 公路局也呼吁 庸路人要配合疏导 让南回公路行车顺畅 记者张明哲 台中报道 意大利是欧盟里头 使用网路比例最低的国家 为了要让网路能够深入偏乡 北部杜林省的村庄 在当地理工学院师生的协助之下 以还不到新台币17万9千元的经费 让村庄里头有了宽屏网路 维罗拉萨佛亚 这个位在杜林省乡间的中世纪小镇 全村总户数只有650户 这里的生活步调数百年如一致 但这里却拥有一大利全国 第一个独立非引力性的 网路服务提供者 全都亏了杜林理工学院 电机工程系的师生 他们从2006年起 以二手的器材 为村子建造了无线宽屏网路 欧盟2013年一份针对网路普及率的资料指出 意大利人上网的比例只有34% 位居全欧盟最后一位 意大利网路连线速度每秒超过10MB的ISP 也只有18.4% 和欧盟平均66%相比 落后了一大截 而地理位置偏僻的乡村 由于人口稀少 商业价值不大 更不会受到电信服务业的青睐 维罗拉萨佛亚村的无线宽屏网络架设完成之后 崔切罗教授还协助他们成立网路无国界这个非营令组织 从今年1月份开始 只要缴交50欧元年费 就可以享受15到20MB的上网速度 以及如何使用网路的课程 全存650户当中也有300户都已经加入 网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天主教堂84岁的神父可以透过脸书 追踪教区居民每天的近况 村里小学的教室里现在也可以接触到线上的教育游戏 或是在上地理课时使用卫星地图 维罗拉萨佛亚村非营令无线网路的计划 不光是引起了意大利境内其他地区的兴趣 连远在地球另端的阿拉斯加都有人想要了解详情 为此他们将在2月举行一场会议 将这整个科技与社会实验的机制和感兴趣的人分享 记者文汇文整理报道 今天的手语新闻通 我们就来学学宽屏网路的手语 先笔网 路 然后管线粗大表示宽屏 网 路 宽屏 提供您做一个参考 喜欢手语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关心 对法院完成修法 以后导龙犬跟导盲犬一样 都可以自由进出公共场合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新疑犯追踪第三季 周一至周四完整十一点 就在公事频道 记忆101 邀您一起用心观赏101个传统工艺传承的故事 寻找台湾各地的老师傅 记录他们的工艺首录和创作身影 带领观众认识工艺师傅现状 与文化传承的意义 G101 全程以台语发音介绍 是了解本土文化 学习台语文或台罗用字的最佳教材 公事G101现在发行 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立法院上个会期的最后一天 通过了申权法的修法 就跟导盲犬一样 以后民众看到导龙犬这些辅助犬 不能够任意触摸、干扰 而辅助犬也可以自由地进出公共场合 达成大众运输工具 不能够对他们收取额外的费用 违反相关的规定 如果限期不改善 将会面临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还 以及4个小时的奖息 早上起床闹钟响了 听障朋友小梅虽然听不到 但是导龙犬CC一听到声音 马上就会扑到主人身上 要赖床也没办法 还有烤箱上的定时气一叫 CC也会马上告诉主人 万一发生意外 听到警报器的声响 CC立刻就趴下 让主人知道状况不对 别看CCC长得娇小可爱 它可是一只辅助犬 导龙犬跟导龙犬最大的不同是导龙犬 它是可以从受用东西的犬词去调选 它其实只要一般的犬词就好 它不需要有邪道 它可以从受用东西调选比较稳定 个性比较乖 然后对声音反应好 这样就可以突然训练 大概是半年到一年左右 助听辅聚再好也有限制 听障者小梅说 导龙犬就是它的耳朵 不过要带出门却困难重重 因为那个早上的老板娘说 我可不可以带狗去 她说不可以 第二个要去看医生 那个护士长也说 你带狗不可以进去 不方便带狗出门 也造成听障朋友使用意愿降低 一月底立法院三读通过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 包括导盲犬 导龙犬 肢体辅助犬或幼犬 进出公共场所 营业场所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 不得收取额外的费用 也不能够拒绝他们自由出入 还有不能任意干扰 触摸或喂食这些辅助犬 为者限期尚未改善 除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还 并且要接受四个小时的讲席 有了立法的保护 身心障碍者使用辅助犬 将更自在 提醒您 以后看到穿着背心的狗狗 不管是导龙犬 导盲犬 还是肢体辅助犬 都要给予尊重 不要干扰他们的工作 记者汇俊应蕾齐屏东报道 继续再来关心复兴空难 有15名的旅客幸运逃生 我们来看看 他们目前恢复的情况 在空难的生死交关 有15位旅客幸运存活 其中台湾民众 林明威则是一家三口都在飞机上 当意外发生时 他被救起来 却看到儿子溺水 赶快紧急帮他做CPR 才救回儿子一条命 看到找到小朋友 他是定在水里 然后是脚漏出来 然后我哥一手把他拉起来 然后把口洞的泥巴 吞出来 然后马上做CPR 还把我侄子救回来 同样从坠毁的机身 逃出来的空服员黄敬雅 身体则是遭到激烈撞击 出现肺挫伤和骨折 可能影响呼吸 状况一度危急 但经过紧急抢救后 生命真相总算稳定 但情绪一直无法平复 黄小姐 她因为她是机组人员 所以她 相对来讲情绪是比较激动 她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 她可能感受到非常的深 还有一位71岁的刘兆辉 送医急救时 因为主动卖破裂 并出血性的休克 一度有生命危险 在历经手术后 才捡回一条命 刘兆辉常年在金门 当副产科医师 金门县长今天也专程 来台探望她 她对金门乡亲也很照顾 所以我想说 这也是她的福报 不幸中的大幸 那刘兆辉没有跟你说什么 很感恩 历经空难惊魂 又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经过医院抢救 目前多位重伤病患 都已经脱离险境 不过还是要在医院 持续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手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年前分手的情侣在车厢侠俏 相逢 单亲妈妈和醉汉混在雷雨交加的夜里 每天搭末班车去淡水的老夫妻 三个故事都在奇幻的松山烟厂站 MRT就在公式表演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